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脫褲子啊 之類的 然後有一次在大安森林公園小楊婷 我看到的螢幕在下面 有一對情侶 有一個小女生 她做錯的一個行為是 我這輩子原本以為 只在動漫出現的行為 就是小女生生氣爆氣氣到跳起來 然後大喊 超級無敵生氣 像動漫你知道嗎 整夜的 那種感覺 而且她跳起來 還有搭配雙手往下壓跟鋼鐵人一樣 她整個原地往上跳大叫 啊 超級酷的 怎麼發生的 他們是一對情侶 他們坐在一個公園旁邊的小椅子上面 女生很小隻 感覺是學生 她腳勾不到地 然後這樣 然後她叫她男朋友去旁邊 有個小攤子賣車輪餅的 去買車輪餅 男生蠻高的 就過去買 然後就走得很快 買完之後呢 突然那個男生走回去的時候 步女滿山 好像做一些虧心事的感覺 頭低低的駝背 慢慢走 慢慢走 走回去的時候 她跟她女朋友講說 對不起 我沒有買到奶油的 然後那個女生聽完這句話 沒買到奶油的 她直接跳下來 臉突然變揍在一起這樣 超級生氣 然後講說 那你買什麼口味的 男朋友講說 我買 花生的 乾 她直接吃到網上 乾 到底花生多難吃啊 而且 大家有聽清楚我剛剛模仿的聲音嗎 我剛剛說 夠 夠喔 為什麼 很明顯就是 她本來要講 乾 後來 馬上轉成 喔 所以變 夠 你們生命的內容這種人 通常是小女生 她們會覺得自己 我是個非常有氣質的女生 我不能罵髒話的 但總有那麼一刻是 不小心氣到罵出髒話來 會趕快圓起來 就是這樣子 夠 我放慢點點我倍數 她就是說 夠 所以搭配跳就是 夠 她跳很高 跳整整一個他 我真的覺得 NASA要開發新火箭 可以到外面包一圈小女孩 她們生氣這樣 夠 不要 那個夠真的太誇張了 我聽過更誇張的 你知道嗎 她走路然後跑很快的時候 踢到那個椅子腳 超痛 她直接罵出臭了 她還是要硬轉 走過去說 超煩耶 你剛剛罵髒話嗎 我說超煩 超煩的 好痛超煩的 這個能多扯你知道嗎 她可能罵出很髒的三個字 三字經幹一娘 幹一娘好喲 還要搭配個眼妝沒事 她本來超兇的 幹一娘好喲 好 回到那個故事 那個小女生說 GO 她一生氣完之後 那個男朋友退後一步 她嚇到了 但她沒有道歉 她竟然 下一秒 用她的右手 伸進左手袋子裡面 拿一個花生口味的車輪杯 直接一秒鐘 往她女朋友嘴巴裡面 嘟 完全吻喝 因為她剛剛喊完 GO 嘴巴張超開的 直接這樣塞進去 跟迷豆子一樣 那個一秒鐘 男生突然講話 花生口味 很好吃啦 手默默收回去 收回去的同時 那個車輪餅 在女朋友嘴巴裡的車輪餅 她沒有把它咬住 她直接往下滑落 車輪餅直接到她的全白色的T恤上面 爆漿 全部都是花生的鞋 弄得一塌糊塗 那個女生氣到爆炸 她直接罵超髒的一連串的髒話說 幹你那超級白的 討厭啊 硬要轉啊 我後來去買一個 花生口味的抽成餅 幹有夠難吃 真的 給大家看